这都很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你说用什么方法了 度人修佛比较 就有帮助 那你自己先把修好 我自己没有修好 没有法子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常常起反效功 这个是佛在经上讲过多次的 自己未度 而能度人无有是处 这个意思讲 你自己还没得度 你也想度别人 没这个道理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做好 现在连世间人都讲究 学为人师 行为师范 我所学的 我所做的 都是世间人最好的榜样 最好的模范 你就可以度人 世间人所有这些烦恼稀气 我都没有了 这才行 那也就是我们平常常讲的 四句 十六个字 自私自利 有没有 明文立扬 还有没有 五语六成 还有没有 贪嗔痴慢 还有没有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我们这个自度最低的限度 做到了 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 这很勉强了 可以开始 稍稍地做 慢慢地再提升自己 你的德行越高 智慧也越大 结根物 越深 那你度众生的灭就越狂 度众生的时间就越长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一切都要从自身做起 第十个问题 弟子于些佛友 捐钱见妙 现已见好一层 二层认缺资金 最近耳闻注持法师 种种不良 诽谤 不知再发心 会 会服 因法师修持好坏而被因果 这个事情 你既然已经 有了这一点悟处了 你要很小心谨慎去观察 确实 有因果 那么建妙 不是一段坏事情 从前 李老师 常常告诉我们 有妙无道 不能新教 李老师一生 建了一个 佛教灵师 也算是寺庙 在台湾台中 建了一个图书馆 佛教的图书馆 辞光图书馆 他还建了一个老人院 建了一个菩提医院 建了两个托儿所 他在台湾38年所做的事业 全部都是在家居士经营的 那么这些经营的人 也都是他的学生 接受他教导的 他非常重视 设置 所以这个要紧 今天 不怕没有庙 建个庙很容易 一点都不难 找一个寺庙的住持 可就难了 一个都难 找个两三个就更难了 没有几个真正修行人 这个道场没有法子 把佛法发扬广大 那我们这个小小的地方 你们都来看过 我们不希望扩大 我们希望遵守 英光老法师的教会 我以他为老师 我是他的学生 就一定要听他老人家的教导 他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在这个时代 道场要小 注重不超过二十 我要遵守啊 那么二十个注重里面 我希望呢 有十个能够讲经说法 我们要学释迦牟尼弗 希望把佛教的这个形象 带回 教育啊 释迦牟尼弗一生教学 他老人家身体好啊 一天讲八个小时 讲了四十九年 都不累啊 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精神 也没有这个智慧 也没有这个体力 如果有十个人呢 都能够讲呢 那就行了 我们十个人呢 等于释迦牟尼弗 一个人 我们的道场 也能够八个小时 讲苦 听众多少 不拘 我们现在用网络 用微信电视 做远程教学 二十个人在一起共修 如法了 道场小 开销少 很容易维持 住在这个地方呢 是 立得心安 心安 道才冷 才能修道 如果说是 这个环境 让我们身心不安定 那就没法子修道了 就这个是 心安居业条件 那么在现在 这个社会当中 最好的方法 就是远程教学 道场再小 没关系 不需要现场听众 用远程教学 下面是一个问题 他说弟子是出家中 听了《华严经》很欢喜 如果想发行学习 是应该从头听 还是专听现在所讲的 无论学什么样的经教 学哪个法门 首先都是杂根 你真的想学 我希望你用两年的时间 经可以听 听完了 不要再理会它 很认真的 出家中 把这四个根 扎完 像一张桌子上 这四个腿坚固 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然后无论学习哪个宗 学习哪一部经典 你都会有非常殊胜的成就 那么这是我提供给你的意见 首先杂根 如果这四个根没有 在第一个宗 你只能够 你为你 这三个宗 你自己 你自然 我们一定要 你一定要